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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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已经胡扯讨论过 乌尔提和佩吉万可能就是 从小被凯多收留的孩子 他们和凯多之间的关系 可能也就和贝比舞和德林杰 和明哥的关系一般 是某种意义上的亲人 而接下来我们胡扯 乌尔提和佩吉万的关键 也就是除了兽形态和人兽形态 两人一直都会戴着口罩的这个特质 乌尔提甚至在两个收形态时 也会戴着口罩 而以卡塔孤立包括杰克 这两位四皇的最高干部为代表 海贼王之中的角色 之所以会戴上口罩 或是挡住嘴巴 那大部分情况也就都是因为 他们的嘴巴和牙齿过于猙獰 而说到这里线索 其实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和杰克 左左目一样 乌尔提和佩吉万可能都是 在凯多阵营之中的鱼人 或者更具体的胡扯来说 他们可能就都是像德林杰那样的扮鱼人 这也就解释了除了 可能被盖住的嘴巴和牙齿 他们外貌及身材 会和正常人类没有区别 但却拥有远超人类的力量 而就像曾经 竟然可以打败草帽大船团 四番队长艾迪欧的年仅16岁 德林杰一样 当乌尔提和佩吉万 尤其是乌尔提 摘掉他的口罩 用嘴巴和牙齿攻击时 我们可能才能见识到 他们的全部力量 换言之 虽然已经被陆飞 大河 大妈 纳美 连续打倒了多次 但戴着口罩的扮鱼人 乌尔提和佩吉万 可能还会带着他们的身世问题 再次回归到鬼岛战场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外行员 海贼王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